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克纳申科夫上讲30日说 俄军摧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一个精锐突击营 和来自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武装组织克拉肯营的数十名士兵 报道称 克纳申科夫介绍了有关莫斯科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最新进展 他说28日在顿涅茨克的一个火车站 俄军使用高精度空气武器 直接打击了运送乌克兰总统第一独立旅 一个精锐突击营的军列 他说140多名民族主义分子被当场打死 另有约250名武装分子不同程度受伤 行军梯队中的所有军事装备都被破坏 克纳申科夫还说 29日在哈尔科夫地区的伯格杜霍夫地区 俄军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 击中了一个肉类加工厂的仓库 克拉肯营在那儿设立了一个临时基地 30多名乌军士兵和10台军事装备被毁 报道介绍 克拉肯营自称是乌克兰国防部下属的一支 特种侦察和破坏部队单独行动 莫斯科指控该营自冲突开始以来 犯有几项战争罪行 克拉肯营自称是乌克兰国防部下属的军事装备 克拉肯营自称是乌克兰国防部下属的军事装备